那今天路过的一家长熟路116楼1号的店叫VMSSSV 叔叔呢其实是想来故地重游的 因为他本来住在隔壁楼 那这个房子刚看下来就是跟你原来家构造是一样的了 哎就一样一模一样的 快救吧 你的小房间放的是Dior最便宜的 好了后面我就给大家剪辑一下 我带大家在里面这个店里面看一下的样子 那我进来的时候看到他们有不少的新款的食料 就可能专柜比较难买的一些或者热门的颜色还挺多的 然后这里布置环境也还蛮不错的 这家店我之前逛这边中午店的时候呢没有注意过 但是店主说他们已经开了有将近10年了 看一下这一边 这是之前的一款3E嘛现在也有 我刚刚看到这个牛仔盒子就跟中国专柜价格差不多 背着一下是挺好看的就是放不了什么东西 就是最近很火的这个牛仔的小卡布 哦这好像是之前的一个哥尔系列的 这一家比较主打的就是Chenel的包包 然后这一些比较费的小配件但是也蛮好看的 然后到对面这边还有一些的康盆系列 这边黑银啊黑金啊都挺多的 我这边是一个丝绒的大迷你的样子 那因为价格会随市场浮动的 所以我就不太入价格了 基本上来说橙色比较新的专柜款的话 就会在公价附近如果是爆款呢 会比公价要高一点的 进门呢有一些配饰 他们小号手表只有最后一款 也可以看到小号其实明显会比中号要小一些 我刚刚试了一下小号在我手上还蛮合适的 因为我手外是13.2厘米 这边呢是一些彩色的Chenel中古包包 进来的这个小区就是一些中古款了 当然楼上其实还有其他的Chenel 哦这是前两期的毛毛的那个包 哦其实属于好大一个 这个据说是什么Chenel VIP的赠品 一个水晶球放在这还挺好看的哦 再进去里面大家可以上到二楼 它一共有四层楼 上面这一间小房间呢是一些其他牌子品类 主要是Fendi和Dior的包包为主 然后当中还有一些Chenel 那Dior的包老化的一些呢 大家可以点在中古店看一下 会比专柜价格便宜一点 就像他们还有这种非常小的Macro的Dior Lady 这个都已经不是小孩款了 现在成人款居然出了这么小的 其实Gucci这些包包 我估计在二手店会比专柜便宜很多 因为这些款已经不是很货了 里面还有一些BB的款 哇这小盒子还蛮小的 大家看一下 诶这是Gucci娃娃那个邮差包诶 是最早的一个自己扣扣子的款 再往上走南是一间 全部是LE的小房间 像这种拼色的老花邮差 他们也有 那刚刚我有跟店里的音乐员聊过说 美国的中古店其实款式也不是那么多 他们说对 而且国内的优势是可以挂中速中简的牌子 我之前有介绍过的 会比较有保障一些吧 所以回国的同学 不妨可以逛一下国内的中古店 已经是很成型有规模的样子了 然后这种小盒子他们也是有几款 这个道的LV的男士小包包 我觉得还蛮酷的 我之前橙色链条软盒子这里也有 LV的话基本上都是比专柜价格要便宜的 这是个小恐龙袋 但我会觉得大的那个恐龙袋 时髦一点可以手拎 这个应该是草菅名声合作款吧 波典一看就是 我之前的这个首饰盒 他们这边也有 但是六千不到一点 最后里面呢还有一些老的三彩系列 其实我还挺希望三彩可以复刻的 因为三彩的话旧的质感就不太好 新的会更好看一点 那这边牛仔的品像就一般吧 然后那个负就很多了 再往上一个小楼梯走上去 会有一点点的爱马仕 爱马仕不是这家店的主打 他们主打的还是商量的款 比较多一些 这里Airbag还是挺多的 还有两个我没有见过的一个水桶款 和一个类似帆布袋一样的袋子 但是这个质感就有一般性 这一只小药包之前在上一年的中午店探店里给大家介绍过 它这只橙色很新我觉得 但是这跟肩带的话感觉不一定是原配 除非它有两款 因为我之前看到肩带是细细的 不过我觉得这个粗肩带背上去质感更好一些 这边有两条丝巾 还有一些小的饰品 包括这种Really Slim他们也有 那这边有一只像马鞍红 棕红色之类的Kelly Adobe 它是大的尺寸 因为GM的size会有一个手柄的 我最近有看到一个Bullet Adobe 双肩帮很酷 但是从来没有在中午店看的 如果有机会看到一定会给大家介绍 这是一个三拼色 应该有点年纪的马齐克了 那他们这个push的颜色还挺特别的 并不是黑金 是一个深蓝色类似海军蓝的颜色 也有可能是S4的那个深邃蓝色 也蛮好看的 像这种比较特别的颜色 它会比金刚色的市价要低一点 悄悄跟他说 这个是低于2万美金的 橙色看上去也还不错 那Emma Shetable这里并不是很多 我个人还挺喜欢这一只Guardian Party 35 我觉得这蓝白色颜色很清爽 然后有两个Burking Shadow 毛毡的菜篮子 其实毛毡菜篮子不是很受欢迎 最后一层楼呢 还是Chanel的款 就是有一些近代的款 可能专柜比较难买到的那种 这个绿色的小包包还蛮不错的 然后小盒子它们有非常多 白色看样子店主也蛮喜欢的 进了挺多的 柜子里包括一些灰装款 做外面的款都有 我觉得他们的首饰也蛮不错的 这个胸中我还蛮喜欢的 是一个小包包的样子 那这一边陈列的呢 就是一些经典的黑色黑白的款 如果有同学喜欢我的这只 粗黄线的话这里也有 就经典的CF他们肯定也有买 这边还有一块玄套的冲浪板呢 那隔壁呢就是一些玻璃的款式 还有19 这个小腰包还挺特别的 是那种丝缎的面料 小小一只 给大家拉个远紧 这里是一些比较偏大型类的包包 这个镜头转过来的这一边呢 款式就会比较新一些 基本上都是近几年看到过的款 那如果喜欢新出来的3E的同学的话 不妨来讨到中国款 我觉得中国款给你性价比更高一些 哇它居然有个黄色带手柄的大迷你 这里也可以过来拍个照打个卡 有一个超大超大的22 bag 还挺特别的 22这边也有好多只 那这边人家在看 他们有好多好多的小盒子款 近两季如果你有喜欢的小皮具 可以过来讨一下 款式非常多 像那只毛毛的也有 像带手柄啊 小一架的类似的款 他们都有 那这家店就是这个样子的啦 来跟大家说一下 叔叔以前住在这栋楼的 隔壁的隔壁 但是是同一个户型 他说上面的Chanel那一间呢 是一个卧室一个客厅打通 那楼子很久的死了 那这叫顶子柄 可不是顶子柄呢 就是一楼跟一楼 就是下面是 那我觉得就像一层楼的 一般的地方是厨房 这个地方是坐批击 但是远厅 这里二楼就是一个庭子间 二楼一边住的是主 然后这边就是 根本来养养子来的 那养养子 就是Chanel最长的格格的啦 我的房间吃饭 哎呦你的房间给发麻烦 长脸了 我觉得这间房间里面看下来 就是这个蓝白的高人party 最好看 有个子脸 是KP 各是顶子的 我各个已经像一层楼 你说这个房间算几楼呢 这个是二楼 两楼顶子的 这个算二楼的 LV这间 那么这个Dior这间 算一楼亭子间 对吧 对对对 两个女的 屋子一楼 那么等一下 一楼顶子给 你的房间是Dior 我不要Dior 是这样的呀 你给我把这一个楼买下来 我给你放 这一间放爱马仕 你买回来呀 买回来 我给你放爱马仕 我估计我先把我 把你卖了 你也买不回来 把你卖了 我可以放一个 付一个 顶子给照片 不是 好了 叔叔房间过来留念一下呀 老刀死了 这个给男人也给了 老刀死了 老刀死了 这个房间还有其他的种 就是还还放了一个 微波炉 还放了一个冰箱 你多记得啊 你住到13岁的了 五六十岁 这边有个窗台 但是你是另外一个楼号 也不是这个楼 要是是这个楼 你真的是来怀旧来的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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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快好了 好